地球大神秘 是由以下商户机构 联合赞助播出 每个旅程都充满色彩的东营油 外基金关内儿童生命工程 影音使团天使心 联合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地球大神秘 我是郑芷成 我是关善华Angela 都宁果尸部国际科研中心STIRT 在1976年利用 善进的VP8电脑影像分析仪 对果尸部面部的照片 进行3D影像分析 结果出乎意料 有很惊人的发现 在这个人面影像的双眼眼簾上 竟然有好像三楼大小形状的物体 科研人员运用尖端技术成功解密 那究竟这两个神秘物体是什么 而他们的出现 将会带来什么启示 圣经记载 耶稣被拘捕之后 就交给罗马巡护比拉多 罗马帝国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统治者 根据历史资料 出身于意大利南部 骑士世家的比拉多 在公元26至36年 获委任为第五任犹太提东 犹太提督有权决定犹太省的所有事务 包括委任祭司长 因此祭司长想借比拉多的手 将耶稣置诸死地 历史学者推断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年份 就是公元30至33年之间 除了处死耶稣 比拉多在任内其中一件有权做的事 就是在犹太省发行新前币 而《果施报》念报3D影像 见到的物体结果分析 竟然发现是二次硬币上的图案和名文 这个发现强烈暗示 有可能是耶稣受难时期流通的货币 而这两个硬币又与比拉多有关 美国科罗拉多州 到《都灵果施报》中心创办人 亦都是《都灵果施报》 国际科研中心成员之一的职讯教授 与及科研人员成功鉴定出 覆盖右眼的圆盘上 清楚见到Littus图案 这个是罗马宗教仪式中使用的 弯曲占卜像 而覆盖左眼的圆盘上 就是一个祭杯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 科研人员更解读了上面的部分文字 U.C.A.I. 1979年 芝加哥诺若拉大学神学教授弗朗西斯 将1931年 意大利摄影师 因谁拍摄到的果施报相片放大 也发现到影像右眼位置 有突出的扭扣状物体 弗朗西斯教授将这张照片 以及自己收藏的比拉多时代同币 一起交给古币专家鉴定 得出的结果是 果施报上的扭扣状物体 无论分布角度、顺序、位置和大小 都同在公元29至31年期间 比拉多是巴勒斯坦地区 铸造的罗马古币是一致 弗朗西斯教授得必提到 这个同币上面刻有 U-C-A-I四个字母 这四个字母 其实就是当时 罗马统治者提碑楼海撒的名字 原本提碑楼的名字 应该是U-K-A-I四个字母 弗朗西斯推断 是因为希腊文的K 和拉丁文的C的发音是一样 于是铸成错版同币 而这些错版同币 就是比拉多时代才出现的物品 比拉多要在犹太省铸造铜币的主要原因 是罗马帝国铸造的铜币 都是黑上统治者海撒的头像 对于犹太人来说 是犯了十界里的第二条 不可制造偶像 所以犹太人普遍拒绝使用 因此犹太秦府会铸造一些粗糟而面额较低 名为来普顿的铜币 也是我们所说的比拉多铜币 在犹太省境内流通 圣经记载 耶稣见到一个穷寡妇 将自己全部财产 即是两个小钱奉献给上帝 获得耶稣称许 这两个小钱币的希腊原文 就是Leptun的众数Leptah 由于这一类小钱币 并没有刻上罗马统治者的头像 令到犹太人不会因此而犯上拜偶像的罪 所以是犹太人唯一愿意用来奉献的铜币 罗马古弊研究专家方坦利利指出 目前出土的比拉多时代铜币 总共有三种 分别是在公元29、30和31年铸造 在公元29年铸造的铜币正面 刻有一把长柄雀 是罗马祭司在宗教仪式上用来不走 并销电在动物头上 而背面就刻有象征丰收的三把墨水 以及代表提避留海撒执政第16年的字样 LIS 至于在公元30年铸造的铜币 正面就刻有一个象征权兵和牧羊的罗马祭司权像 背面就刻了象征胜利和能力的桂冠 还有代表海撒执政第17年的字样 LIZ 而公元31年铸造的铜币 图案和公元30年铸造的铜币是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背面字样 改为海撒执政第18年的LIH 历史专家指出 就算以上三种铜币都没有海撒的头像 但由于长柄权和权杖都是属罗马宗教的标志 令犹太人感到不末以拒绝使用 所以在公元31年之后 双述铜币就没有再发行 亦正正成为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年代的独有产品 不过犹太人安葬的文化是不会把铜币放在尸体双眼位置 那究竟为什么果尸部双眼位置又有铜币的影像呢 有分析指出 犹太人在埋葬尸体的时候是需要确认 死者眼睛和下巴是合迈的 如果死者眼睛没有合迈的 就要用物件来压住眼睛 确保眼睛是合迈的 所以最普遍的做法 就是负责安葬的人取出小铜币 放在死者的眼脸上面 耶稣承受钉十字架酷刑那时 身体肌肉是斑的状态 当他断起之后 肌肉迅速变得松弛 可能因此双眼再次增开 这个又或者是后来埋葬耶稣的人 要把铜币放在耶稣双眼的原因 比拉多铜币的发言 与刀灵果尸部上面 比拉多铜币影像的真实 就表明了刀灵果尸部 是来自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 比拉多铜币是在公元29至31年间 在耶路撒冷驻造 而比拉多在位执政 是在公元26至36年只有10年 就算铜币在比拉多离任之后 又流通了几十年 都不能否定这块果尸部是第一世纪的产物 所以果尸部上面影像双眼位置的铜币痕迹 就记录了耶稣 圣受十字架酷刑的过程 到底耶稣是为甚麽原因 以要圣受这麽大的痛楚呢? 祂成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祂受责罚 被上帝击打苦代了 哪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开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变相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骗行己路 也或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到归在祂身上 耶稣为了担当全人类的痛苦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为世人钉上十字架 这一切也说明了 耶稣的爱是无条件付出所有 而更令人欢恩着弱的是 耶稣死后三日复活 令到全人类只要相信祂 接受祂成为救主 就可以摆脱罪恶所带来的痛苦和捆绑 生命得到平安和医治 并和创造主恢复亲密的关系 活出丰盛的人生 战胜死亡得着永生 如果你都想了解 耶稣对全人类的爱有多深 欢迎打来人生热线8100-8012 我们会安排专业的辅导员 在节目播放之后三小时内 接听大家的电话 在节目播放之后三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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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灵界上帝都是最大的 因为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 所以人只要有上帝同在 依靠他便可以面对凶恶 绝对是 有个女孩叫做殷魂 从小到大都见到邪灵 已经是见惯不怪 结果有一次 邪灵终于出手要伤害她 在西营盆长大的殷魂 家里楼下有间紙扎店 门口挂满大大小小的紙扎制品 尤其是每年农历七年 那些紙扎品多得要摆出门口 很多时候走过 小心都会碰到那些紙扎品 加上夜晚街灯昏暗 场面的确挺陰森 早就种下恐惧在心里面 令小小年纪的恩魂 以为人是要供奉 要拜这些灵体 而让邪灵食虚而入 我第一次遇到邪灵 我中二中三左右 我记得是农历七月的时间 那时我参加了一个货外活动 每晚排练 排得很晚 至于一晚排练员回家 我平时不会选择穿过那条线 就会逛去另一条打直的大马路 去到家里条街 我本身是一个很小胆的人 日头的时候 我都不会走入那条线 我觉得走入那条线 我会很害怕 那我下巴士经过那条线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很想进去那条线 因为有声音跟我说 走入那条线可以快点回到家 如果我确实了 那我就躺下头一边走入那条线 那我就一路走的时候 我感觉到前面大约一两米左右 是有个女人 穿着红色衣服 长头发 是向我的方向走 就是她走出那条线 应该 我就没有想到那么多 越走越入 突然间 看到我脚边有一只死老鼠 我就很害怕 我就很大叫 然后跑了出去 我就想起 刚才有个女人在行 我就转回头 打算看看她有没有被我吓到 就发现她低头向着我走 那个女人有点奇怪 由我进行 到我吓到我吓到 跳出行 她一直在向我走 但她一直的位置都没有向前 还是我一开始看到她的位置 我看到的应该是她的后尾枕 她的脚跟脚在不同方向 到第二天起身 我就想 自己是否遇到灵异的事件 那我才开始懂得害怕 其实欣魂在恐惧 她使用了第一种反应 就是僵了自己 麻木了自己 觉得自己看不到东西 看不到的 但当她第二天起婚的时候 这些影像 她能够形容得这么多 其实恐惧是没有离开她的 一个普通人遇到这样的情景 除了害怕 可以怎么办呢 人的恐惧只会越迹越深 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更阻止不了 邪灵继续作恶伤害恩魂 可能一个月 会有两三次 明明没有人家 但是洗手间就会有东西 跌倒了 家人认识一些神婆 说做一些法事 或者烧了一些衣纸 帮我处理 心里会跟她说 不要搞我 我和她们尝试和平共处 现在一晚 我记得我洗澡的时候 有人在背部刺我 感觉是用指甲去刺我 我转身看 又没有人 怕我就唱歌壮胆 当我唱的时候 然后我就听到 有一把声在我旁边说 那时候就更加害怕了 我又很确实感受到 有一些除了我意外的存在 在洗手间里面 我就立刻收声 之后每晚洗澡 我都会叫家人在外面等 因为很害怕 只剩下一个人 只剩下一个晚上 我洗澡的时候 我又觉得有点不对路 洗完 我发现对门开不了 我就不断扭 不断撞 那对门也是 就是卡住了 开不了 我就开始喊家人 因为我叫了家人在外面等我 但是我抹了喉咙 不断喊都没有人回应我 我就很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到最后我就哭着 这样说 对不住 是我错了 你放我出来 然后我说完之后 对门就开了 邪灵知道人 害怕这个弱点 就专攻击这方面 他会用各种形式的恐吓手段 来对付人 直至人向他屈服 达到被他操控的目的 人想要摆脱邪灵 可以怎么做呢 恩魂经过这么多年的恐惧 逃避 最终因为邪灵的恐吓 而竟然要向邪灵道歉 情况非常严重 虽然他不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 但是也都明白 邪灵随时都会伤害他 那么 谁可以保护到自己 我觉得最直接 最有效 最好的方法 就会说 耶稣救我 我相信那一刻 天上的父 已经听了他的困难 去帮助他 其实鬼本来是 神所做的天使 就是因为他胖伴了天父 所以他成为堕落的天使 会是伤害我们 祸害我们的人生 比如好像平安 喜乐 健康 他不希望人能得到救恩 所以他就会用恐惧 吓人 最终的目的 其实他就是想 拿着他的命 希望他能够去到永死 以至到人能够可以进入天父的天国里 得到永生 因为小学的时候 曾经入读教会学校 至少就明白上帝创造天地 和掌管万有 而且也有祈祷的习惯 但是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 忘记可以倚靠这位万王之王的上帝 才会给机会 邪令一次又一次伤害自己 甚至想向他索命 去到大学 我就自己住 有一次睡觉 我看到我的床 后面穿过了一幅墙 很清晰 是一个走廊 然后有个男人 拿着个三叉 都不出声 看不住我 我就很害怕 那时开始一些团契 教我用圣经 去讲他们 我就开始不断念主土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专利的名为圣 外面的人很生气 三叉 就这样刺地 如同行在天上 我就更加害怕 我手更加厉害 之后就没事 主导文就是耶稣教门徒祷告 是属于耶稣的祷告 第一句就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 就是代表英文宣告 天父与他之间的关系 天父是他的爸爸 他是天父的子女 所以天父一定会去保护他 免他受一切的灾害 当时的邪灵 听到这些宣告的时候 他当然会生气 因为他再不可以控制恩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食 愿你的国江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自从恩魂明白自己生命的主权 是大能的上帝 愿意用祈祷和上帝建立关系 让上帝的话语改变他恐惧情绪 以及不受恶魔的攻击 恩魂有机会和一班朋友 参加幸福小组 在当中感受到 除了来自上帝的爱 更加认识真理 看清楚他遭遇的 只是灵界大迷惑 现在真相大白 不再惧怕邪灵恐吓人的欺骗手法 后来更接受洗礼 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 将生命主权交给上帝 更加成为义工 在不同的展览和平台分享 让更多人认识上帝 自从恩魂信主后 新生命的开始 邪灵又会不会放过他呢 我和我的姊妹 最近一次来西亚旅行 头几天都没事的 去到第三天左右 很晚的 回到酒店我们两个很累 我们坐在床上一起聊天 电视突然间亮起了 背景音乐就亮起了 不是很恐怖的音乐 是柔和一个女性唱的歌 我和我的姐妹就互望了一眼 那一刻我们都不觉着害怕 我就下意识问了一句 我说 为什么这么吵 然后电视就 立即变回静音 我就说 会不会是我们遇到遥控啊 我们一起找一下遥控在哪里 然后一望 遥控距离我们很远的床头柜 我们也没有碰过他 我们就开始觉得 可能不是一个可以用理性解释的事 所以就算我再次遇到这些骚扰也好 心里面有平安 可以去处理和面对 我真的很希望每一位的朋友 找到生命的源头 生命是要得更加封盛 天父给我们封盛的生命 也都能够可以保护你 面受邪灵的骚扰或者伤害 一生一世的 无论你在哪里 都与你同在保护你 看完以上内容 如果想和我们分享的话 可以在节目播出之后三个小时之内 打来人生热线81008012 我们会有专业的辅导员接听大家的电话 另外地球大神秘 报料WhatsApp和微信 98991822 欢迎提供神秘话题给我们 你们的分享 还有机会成为播出的内容 下一集同样时间 地球大神秘再见 拜拜 我 哦 揣住我 我 屋檐一堆也想蹉跎 我的年岁想为你为我 哦 为我 如果 你让我 整个宇宙 我都想要你拥有 给你威脸的星球 陪你到时间尽头 就赶我走 若时间跨入洪流 我陪你选你放逃 自由在你的尽头 如对以上内容有感动 请透过以下方法奉献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